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站到1号位置上的接力姑娘会是谁 来 掌声有请 你好 李双燕 上一周节目当中你已经从台上没有台下有很勇敢地出现在舞台上了嘛 是吧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李双燕 今年27岁 来自书兰 我的爱情宣言是 我是一个贼能干活的农村妹子 想找一个嘎嘎实在的男人 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小伙子 这位小伙子说了 现在像什么暖男 小鲜肉都不流行 最火的就是他这款 他是哪一款呢 火炕男 来 掌声有请 火炕男 大家好 我叫李嘉寺 今年25岁 来自四平市黎树县宇树台镇 我的爱情宣言是李树小伙90后 人色也有 腱子肉 全程热恋找笑话 回家生俩胖娃娃 你好 老姨 老姨不是找我 老姨别走 老姨 真是你老姨 真是你老姨 不是 那我咱不认识你这大外甥是吧 外甥 对啊 那你看你叫燕子吧 我妈叫村燕 那咱们那个在祖府上的牌的话 都犯一个燕子 你说不是我 你不是我老姨是贼呀 对不对 小伙 你也太能套近乎了 我还管燕子姐叫妈呢 夏月儿 我再回忆回忆 我啥时候变成你你妈了 那不是我爸相忠你了吗 我妈说了 她要是离婚到地面 除非我爸取燕子 我也站这么长时间了 妈 你得多上点心了啊 老姨啊 你可不能管过你闺女的 还有我到外甥呢 你也上点心啊 哎呀 我这咋一下就收敛呢 你说说 备份层层宠宠 我就帮你们多努努力啊 谢谢老姨 好 先看一下厂商16个姑娘 对谁感觉最好 厂商16个姑娘 对我们这位小伙子的印象怎么样 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 来 请选择 好 那接下来小伙子 根据你的感觉是爽的那个感觉 那好嘞 那好嘞 来 来 宝囊吧这是啊 小伙 根据我这么那啥的 二级慢的智商 我要是没在做 他指定灭的四妹儿是不是 不是他 大家好开心的啦 我以为他灭的是四妹儿呢 这不也送他一个像 我俩不就是对像了吗 但是他灭的是老胖 对 一小胖都是人家很开心的咯 你分不分析出他的意思是啥了吧 是我俩长得像吗 我给你解释一下呗 那个看你在台上站很久了 然后一直也那个妹走出去吧 然后希望你送你一个像 希望你马上有对像 马上好远远到来 太会说了 怎么样 饶了你了 挺你啊 挺反应啊 谢谢十六姐啊 小伙呢 我呢 那个 你这不是 待会儿 你的啥礼物啊 你这不拿出来呢 对 拿出来给他 可以给你买 给你说 他拿啥呀 待会儿四号小胖你笑啥 你说说 咋的了 好开心啊 这个礼物比我十六姐的更像样 咋个像样法啊 你给我描述描述 爬行雷动物 多像样啊 爬行雷动物 那你拿出来看看 老啪 注意啊 三 二 一 你举起来给我们好好看看 是个王子 是个王子 那是乌龟 因为老啪 我也一直关注他 看着挺多气的 然后觉得老啪一直是带字归宗 所以送他一个乌龟 那乌龟是寿命最长的 所以我希望这个乌龟呢 一直陪着那老啪能够在归宗待着 然后呢 第二个寓意呢 就是希望 小伙儿 你先把第一个解决完 要在这归宗待着可够难受的 知道了 所以我的第二个寓意就来了嘛 就是我希望你吧 和乌龟一样伸出头来看看 然后呢 我看了很多 你和乌龟一样伸出头看看呢 就是我看过很多期节目嘛 有很多小伙儿都是笨尼而来的 然后呢 你都是没同意嘛 所以我希望你像乌龟一样 伸出他的脑袋来看看来 就是小伙儿 挺好的 你要好好珍惜 这老啪恨的 我估计今天晚上 把这只故意拿回去都能炖汤喝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短片了解一下 大家好 我叫李家俊 来自中国二人钻之乡黎树 90后 我现在的工作是一名保险代理人 每个月的工资大概在3000元左右 在黎树 我还有一个85平的全款楼房 家里有两场地 三芝麻 六头牛 家务农活样样拿手 我除了能上得冰房 下得厨房之外 我还是朋友圈里出了门的核矿男 甭管他心里有多冷 我都能给你暖热乎的 所以不管是男同事 前女友还是朋友的媳妇 只要她们遇到不开心的话 都会来找我 借有新的保险的保险 五号 夏月 妈 不会是咱们家亲戚 跟我观点都一样 我上次你说 我说了男闺蜜那事 这播完了 好几百辈子不联系的同学 朋友啥的都问我 男闺蜜啥时候转正啊 我必须得解释一下 因为我俩好 也不是说像人家那男生女生之间的 就是爱情的那种好 我俩是纯友谊 就像刚才小伙说的似的 特别支持男生和女生 有男闺蜜女闺蜜 这男的女人 她说话就那么方便吗 你就想说啥就说啥 你就闹点私事啊 这也不方便呢 再说了 你有那个就像你说 你是火炕男 我冲你像赵坑男 这啥财务都行 豹该也行 大喝该也行 完了还有这个就前女儿 依你肩膀也行 哭一茬 完了那个也是 那个酷尽尿嚎的 你那肘子呀 谁得住谁啃一口 那我就想问二男一句话 她不会哄别人 那么她自然就不会哄你 你这是属于拿闺蜜 你先练练手吗 先拿闺蜜练手吗 哄好闺蜜 再哄自己几分 燕子姐 我感觉她跟五号下月挺合适的 正好你有女闺蜜 她还有男闺蜜 动不动 你们还能臭一桌麻将 玩个胡是啥挺好 总之 像我们这舞台上 二男是啥 要求自己的男朋友 不准有任何的异性朋友 是吧 对 我也没有 对 他也没有 这个不准男朋友有 那个五号下月呢 就是说 我也有 我也可以让我的男朋友有 是不是 对啊 好 你看各自有各自的观点 好 看第二个短片 回来之后接着来 好